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腕子 这里是云南交通鱼娘县 现在在小伙伴家里面 上一集我们在上面刮了很多资料回来 现在我们要用开水把它烫着吃了 你看它烫的水就是黑的 给了 现在不能吃了 还要砸回来 首先把这个翅膀给它扯了 然后这就是它畜生的地方 就是杀料的地方 然后把这给它刮了 还有这个头就是眼睛 看见没 然后把它搅拌出来就干了 好 屁股啊 你那好 屁股啊 你那好 屁股啊 屁股啊 你拔了 开始用开水烫到那一会 然后感觉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好 屁股啊 这菜籽也够 要把它多一点 炸出来才好 嗯 现在的话要调这个小火 然后来炸这个资料 然后不停地翻一下 才不会炸掉 炸掉的话这个味道就不好吃 现在把它露出来 现在把它露出来 现在把它回一下 这样的话它会变得更脆 再砸一次 对 它会变得更脆 好香 好香 这个香味道的话 它有点那个烙味 比较好吃 好香 因为有点辣椒面的话比较好 还有花椒 这个花椒种在这个瓶子里面的话 它不漏气的话放在冰线里面 它会一直保持这个花椒的这个香味和麻味的 然后再倒给里面 那方子来先尝一个看看有没有盐 盐够了吗 够了是吧 嗯 好的 然后治疗的话就这样 可以吃了 然后种在碗里面吧 别看它黑糊糊的 挺好吃的 然后花椒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就是 每到夏天啊 它都是自家 然后我们自己去做点治疗 然后就是回来 不管吃没吃中午饭 还是吃没吃晚饭 那都要去搞点治疗 然后把它找脆了的时候 然后叫几个朋友啊 一起吃吃牛啊 喝个酒啊 就是这么一碗吃牛 然后就可以吃了 嗯 我们都是这样过的小鸟的话 那 感谢 感谢 可以吃吃牛 看吗 好吃 这只牛太好吃了 这只牛太好吃了 嘎红脆 小伙伴们有没有吃过来 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 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欢喜TV 我会给大家拍摄更多原生态的农村生活 会给大家拍摄更多的 不知道 没有 好吧 我会给大家拍摄更多的 不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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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